Shararam Shivashararam Ramshararam Pabukhishnashararam Lovvindadjajupalajaj Radaramana Hari Lovvindadjaj 为这个晚上的故事聆听 请求宇宙的智慧 以这蜡烛的火为象征 成为引领我们的灵光 谢谢 那本来说要请假的 但是Molly其实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好喜欢每周十场 然后那个编码就是时时时都可以追溯 那我们就来用录影的方式支持大家吧 来 我们昨天晚上讲到那个 在克里特岛的国王麦诺斯 以及他的王后跟公牛所生下的 牛手人身牛尾的 那个明诺陶音那个故事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再讲 梦中的那条路 那梦中的那条路是一位女士 她的梦境 可是因为她太象征了 几乎是每一个人会有的梦 所以我们就会把她拿来当神话来朗读 那首先我们要开始明白 那什么是英雄呢 然后坎博说 英雄是自行顺服的人 英雄是自行顺服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像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面临非常多的变动 然后尤其是环境的议题 让有一些怀旧的回归美好 旧时光的想法出来 然后或者有些说我们未来一定会是美好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解决这是一个理想的东西 但是啊 坎博说即使用最实际坚决的努力 把破裂的部分再度焊接起来 也无济于事 因为只有诞生能够征服死亡 不是让老旧的事物重现 而是让新的事物的成长 那所以在灵魂深处 或者在集体的社会 躯体的范围内 也就会有诞生 再重生死亡 再重生死亡 再重生 来走这一条 顺利的路 好 所以我们有提到那个米诺陶 这个怪兽后来是被铁修斯所杀死的 那铁修斯其实是外来的哦 他并不是克里特导内在的人 嘿 所以经常在一个阴影的消除 其实我们要出去再回来 那所以呢 到底英雄要怎么诞生呢 第一步 是淡薄会退出 意思是什么呢 把强调的重点 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的世界 从外在聚观的宇宙 转向微观的宇宙 这就是最基本的变革 那就是协助我们 把荒原的悲戚跟绝望 放入内在永恒领域的宁静 这句话其实也就是不服尘 我们踏上幸福旅程的真谛 荒原的悲戚与绝望 就会是我们在生活里头的各种挑战 或追寻间浮沉 而转为对内在永恒领域的宁静 那也就是当我们连结内在永恒的窒息之后 他的幸福旅程就开始 扩展了 让我们感受到了 所以啊 我们在婴儿时期的梦里头 有一些怪兽 有一些神秘的救援者 有一些神秘的魔法 其实都在我们内在 那我们会需要自己进入自己的内在 然后成为自己的英雄 好 所以啊 英雄就真的能够去超越个人 然后走一条清新的观点跟灵感 然后他其实是来自集体人类的生命的全员 嘿 所以他不是出于分散或瓦解社会的心灵 而是出于使社会重生的永不熄灭的全员 好啦 那我们来说 这个梦 好不好 这个梦是来自一个著名的歌剧艺术家的一个女士 她说啊 我独自绕着某个大城市的上城的边缘而行走 而在我两边呢 是粗糙小房子的贫民窟的街道 整个街道好宁宁 而我就穿越这条宁宁的街道而前行 在梦里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但我感受到一种喜悦 我喜欢这趟探险的旅程 哎 我选择了一条泥泞不堪的街道行走 一条延伸 穿越没有加盖的排水沟的道路 然后两旁的路啊 然后两旁的路啊 其实都是临时加盖的破旧小屋 而我就在这个街道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慢慢的来到一条小河旁边 这小河啊 这小河啊就是在水泥的高地间穿越过 而那条河啊十分可爱 它是一条流过草地 十分澄清的可爱小河 我甚至可以看见绿色的草在水面下飘动 而我找不到穿越河道的路 所以呢我就走到一个路边的小房子探寻 是否有船可以搭呢 哎 那儿有个男人表示 他可以帮助我渡河 他拿出一个小木箱 放在河边 我立刻就看出来 有了这箱子 自己很容易就能够跳过河 穿越而过去 我明白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了 并愿意重赏这个男人 嗯 想到这个梦 我就清楚的感觉到 自己其实不必到达那儿 其实我尽可能选择舒服的 走在铺好的路面的街道上 其实我可以 轻松就选择走在一条铺的好好的 干净的路面的这个街道 而我在梦里 选择的是走上污秽又泥泞的地区 哦 是因为自己偏好冒险 而一旦开始走了 我便必须走下去 当我想到自己在梦中 那么坚持的继续往前走 仿佛知道前方必定有好东西等着 嗯 例如那条可爱绿草盈盈的小河 还有对岸在高地上 有一条安全铺过的道路 照这样来思考这个梦 就好像决心要在精神上诞生一样 或者更确切的说 是要再生 或许我们中的某些人 在找到通往灵魂终点的平静之河 或平坦的大道之前 都必须穿越黑暗与回的道路 或许我们中的某些人 在找到通往灵魂终点的平静之河 或平坦大道前 都必须穿越黑暗与回的道路 好 所以这是一位歌剧的艺术家 一位女士 她述说自己的梦 也自己说出了她对梦里的理解 然后这个隐喻非常的鲜明 在梦中 你走的是哪条路 或者在你的无意识里头 你为你人生选择 这么样的道路 是由众人的水泥所铺成的大路 好走 舒服 还是充满着兴奋 而有点忐忑的拟命的小路呢 前者象征的是外在的力量的追寻 而后者则是往内的探索 然后如果能够穿越 找到协助穿越那河 回到对岸 也一样有个铺好的平坦大道 然后但是还会有绿草盈盈 嗯 所以坎博说啊 他决意不走安全标示的一般的高速公路 因为向内外敞开聆听 想要特殊的去聆听召唤 就如同聆听召唤 而踏上冒险之旅的旅人一样 他必须单独走自己的道路 克服非常的困难 那也就是他梦里穿越平民窟的宁宁街道 所代表的意义 这位女士已经熟知灵魂的暗夜 她也就是 淡丁所谓的人生旅程中占的黑森林 以及地狱深渊的悲苦 穿越我的是进入悲惨城市的道路 穿越我的是进入永恒悲惨的道路 穿越我的是迷失人们的道路 坎博说值得一提的是 神话中啊 普遍存在着英雄历险的公式 这个基本的公式啊 在这个梦里呈现 在他走的这些危险障碍 还有路程中还有好运 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所以啊 整本书啊上百个故事 我们都会发现哦 首先你要跨越没有架盖的排水沟 接下来你会穿越流过青草的清澈河流 然后你要欣然的接受帮忙救援者 他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 接下来会有最后一道的 西流的彼岸的坚实的高地 想象征着人间的乐人 这些都是不断重复 在灵魂的冒险中高歌的主题 但与聆听并遵循秘密召唤的人 也了解到在这个冒险中是有危险的 我们的做梦者得到小木箱的礼物 协助他穿越河水 这个梦中的小木箱啊 代替了比较普通的青州或桥梁 这个应该就是他自己特殊的才华和美德的象征 他成的这个小木箱 可能就是他割据的才华 渡过世界之水 这个做梦者并没有这样提供自己联想 我们也不晓得这小木箱是不是真的代表这个意思 但那必定是潘朵拉的盒子 是神指送给一位美丽女性的神圣礼物 里面充满存在的所有的麻烦 以及幸福的种子 他也提供了支撑的力量的美德与希望 然后做梦者透过这样就跨越彼岸 然后因为这样的奇迹 让自立自我发现和发展兼为任务的每个人 也都会被运在跨越生命的大河 嗯 所以好多的我们的男男女女啊 会选择一条比较没有冒险 意识比较察觉不出是公众的道路 那想请相信哦 这些寻道者也会得到解救哦 哦 因为不管哪一条路都有救赎 不管哪一条路都有召唤 苏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社会 象征辅助的设施成长仪式 降似神恩的圣礼也会得到解救 那但是谁没办法呢 因为他没有聆听到 即使在康庄大道里面 也有内在的召唤 那如果没有聆听到召唤 那就像是处在 哦 米诺陶的迷宫一样 那就是现代心灵的迷宫 嗯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走出迷宫呢 好 昨天有说过 麦诺斯的国王的女儿 阿利亚杜尼 他看到英俊的铁修斯 哎 然后他爱上了他 他想办法和铁修斯说话 并说如果啊铁修斯答应 带着他一起离开 克里特岛 并娶他 哎 这个 阿利亚杜尼啊 就会提供 帮助他走过迷宫的方法 所以他就真的就找到 创造迷宫的代表 罗斯来协助 哎 所以呢 他就 给了他一捆麻线 然后固定在迷宫的入口 一边走一边放开线 哎 哇哦 原来要走出迷宫 需要的是这么的简单 只要一捆线就够了哎 哦 可是缺少那捆线啊 这个深入迷宫的冒险 就很难回来了 嗯 那一点点的小东西 就浸在手边呢 哦 而且他甚至是谁提供的 他就是创造迷宫的 戴达罗斯所提供的 啊 所以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们 聆听召唤的冒险 或者忘记聆听召唤的 深陷迷宫时 我们可以像阿利亚杜尼一样 求助于谁 求助于戴达罗斯 他是谁啊 他是个工匠 艺术的科学 然后他诚挚的勇敢 在寻找真理 他从人类的想象力的田园中 采集亚麻 织成织绪麻线 哦 是千百年的农事 数十年的心情采摘 无数心力跟双手的工作 都加入这个锦缠的沙线中梳理 检选和纺织 我们甚至不用单独去冒险 因为万事的英雄 已在我们之前走过 迷宫已彻底为人所知 我们只要遵循英雄的路线即可 在我们找到想要可赠的事物的地方 我们便会找到神指 在我们可赠的事物的所在 我们也会找到神指 在我们想要杀害人的地方 我们便会杀死自己 在我们想要向外驰骋之处 我们就会来到自己的中心 在我们想要独处的地方 我们便会与这个世界同在 好 你样般的故事吧 来 回到我们的心 嗯 再把刚刚说的都放掉 也许你会喜欢 敲敲你的肩膀 以及对侧的脚底 下三分之一终点的地方 以中央的明光照亮自己吐气 我放下所有的存单 那不是我的 我还诸天地吧 那是我的 至少在我明日清醒前 请求众神保管 谢谢 我们换脚 换肩膀 轻轻地敲击这两点 我放下所有的存单吧 让我轻盈地睡去 那些不是我的 就还诸天地了 呃 如果有我的职责 是我必要的 路上的承担 我愿意在明天 持起 在这 如此深的甜美梦境的夜晚 谢谢诸神 带我保管吧 Mannamohana Muralihidara Madhura Madhura hey hey Giri dhara bhālā Mā dhāvā Mā du sudhāna Manna mo hāna Mūrāli dhārā Mā dhura madhura he he Giri dhara bhālā Mā dhāvā Mā du sudhāna Mā dhāvā Mā du sudhāna Vridayantaraṅga Trisai rāṅga Triyāṅga rāṅga Puddhaparthi rāṅga Mā dhāvā Mā du sudhāna Mā dhāvā Mā du sudh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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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